你知道我国最古老的银币是在什么朝代? 1974年7月31日,河南福沟的一个农民,同邻居在挖林灰池时,与一个战国金银币较藏不期而遇。 自此历史上最古老的银币重见天日,它就是楚国石首坊间银布壁,呈长方形铲状,长13.6厘米,宽6.2厘米,短饼,石首,灰白色,为国家一级文物。 布是古代的一种农具,布壁的形质就是由其演化而来,因形状似蝉,故又称蝉壁。 布壁分为空手布和石首布两种,所谓空手布就是饼内中空,石首布就是饼内石心。 据介绍,这批银布壁是我国首次发现的银币食物,此前仅在文献中有所记载, 银币的历史从汉代提前到了东周时期,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首秀银币,时间的车轮缓缓驶向前方, 如今楚国坊间银布壁在周口师服务馆阿奈家,静静地向前来参观的人们诉说那段历史岁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